这种金属非常珍贵,比稀土还要少,是航空发动机关键材料,美国一度想用它封锁我们。 前段时间,我国为了反制美国的芯片封锁,颁布了加合者的出口禁令,这一举措引起了国际震动。 我国的加金属产量占世界90%以上,是第三代半导体的核心原材料。 美国和日本只能干瞪眼,别看他们说不担心,实际上心里虚得很。 加金属是链铝石的副产品,目前全球只有我国拥有提炼高纯度加的技术,每日想建立生产线起码要等10年以上。 为了应对我国的反制,现在美国又想出一个反反制的方法,管控全球的莱金属,想借此来打压中国的高新技术发展。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来是什么。 1925年,德国的沃尔特·诺达克·伊达·诺达克·奥托。 伯格表示,从美洲和印度进口的钵矿和泥铁矿中首次发现了,来。 金属来具有极端环境下使用,也能保持稳定的优势,高温高寒和耐斧石等环境中依然能运行稳定。 此外,来的熔点很高,达到了3180摄氏度,仅次于污。 它还有很高的硬度,与薄荷一类似。 由于其高溶点和高硬度,来在高温技术和硬质合金等领域中有广泛的应用。 与其他金属相比,来在可塑性、机械性与抗乳变性能上都具有先天的优势。 正是因为溶点高,化学性质稳定,所以来能够轻松应对各种可燃气体, 在反应发生过程中保持较好的化学惰性。 因此,无论是航空航天还是电子工业,亦或是石油化工领域处处都少不了来的身影。 其中,航空航天领域对来的依赖性最大,毫不夸张地说,倘若没有来, 这一领域便会陷入瘫痪,因为来时生产航空发动机必不可缺的原料。 航空发动机中有一个名叫单晶叶片的零件, 这是发动机的灵魂与心脏,可以直接影响发动机的性能。 仅需60片单晶叶片便可以推动一台1000千克级别的发动机可见其威力。 然而,生产单晶叶片尤为不易离不开来的帮助。 根据运行原理,发动机启动后会迅速压缩空气,将其压入燃烧室。 燃烧室中的燃料与空气碰撞,在有限的空间内诞生猛烈的燃气喷射流, 最高温度能瞬间达到1720摄氏度以上。 单晶叶片需要抗住高温,在喷射流的推动下才能以高速旋转迸发动力。 当单晶叶片高速旋转时,叶片每分钟的转速能接近4万, 就马力上而言,每一片叶片的力量都相当于一台越野汽车。 在这一过程中,叶片又将产生惊人的高温。 这种情况,唯有金属来能够应对。 航空航天事业离不开发动机,而发动机又离不开单晶叶片, 生产单晶叶片就必须用到金属来。 由此可见,金属来在航空工业领域的地位不可撼动, 理应成为各国争抢的目标。 那么,全球的来资源是如何分布的呢? 实际上,全球来资源分布较为集中,总量也相当有限, 而美国在该领域占据了绝对优势,常年垄断全球来资源。 就地域而言,来主要分布在三个地方, 中亚、蒙古代、古特提斯代环、太平洋代, 及美洲与欧洲。 就总量而言,来分为两类, 一类是探明的资源数量,另一类是各国储量。 世界探明来的资源数量为1.1万吨, 而各国储量则约为2,650吨。 在全球1.1万吨的来资源中, 美国占据了5,000吨, 其余国家共占据6,000吨。 换句话说, 美国尚未被开采的来资源占世界总资源的45%数量惊人。 目前,来储量最高的国家是智利, 美国紧随其后以15%的占比稳居世界第二。 美国境内足足有6座能够产来的矿山, 分布于亚利桑那州、蒙大拿州与犹他州。 除了在资源的总量上一起绝尘外, 美国再来的生产领域也名列前茅。 与其他稀有金属一样,自然界的来数量很少。 直到今天, 人们也没有发现可工业开采的来单一矿物。 一般来说, 来大多以微量寄存在别的矿物中, 想要单独提取出来, 再加以利用, 就必须进行生产加工, 如木金矿与灰木矿便是来的主要来源。 这项提炼技术被美国掌控, 令其成为了世界三大来生产国之一。 除了美国之外, 还有智利与波兰。 但是, 就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说, 美国身为超级大国, 自然而然成为了三国的主导。 2019年, 这三国总计生产了44.3吨金属来, 直接占据了全球来生产总值的87%, 而美国共生产了8.2吨来, 占总量的16.5%可见其地位。 为了能够确保自己在来领域的绝对地位, 美国长期以合同形式与各国展开合作, 利用大国威望, 垄断性地获取来资源, 形式作风十分霸道。 早在2018年, 美国便将来列为关键性矿产。 美国强调, 来事关国家军事安全与经济发展。 不管使用什么手段, 美国都必须垄断这种资源。 为此, 美国一共干了两件事。 首先, 美国盯上了别国的来, 想要将这些来据为己有。 除了智利以外, 美国还盯上了哈萨克斯坦与加拿大。 哈萨克斯坦的来储量将近190吨, 加拿大也有32吨, 再加上智利的1300吨, 足够成为美国的来储备库。 美国如意算盘打得响亮, 准备先消耗别国的来, 一边用别人的, 一边保护自己的, 这样几十年后, 美国的来储量便可跃升至世界第一。 于是, 美国政府以美国公司的名义, 与智利、哈萨克斯坦及加拿大签订了长期合约, 要求这三个国家长期向美国供应金属来。 可是, 美国却从不愿意公开合约的细节, 难免让人怀疑, 这些合约是否违背了公平贸易的原则。 其次, 美国不光要原材料, 也要技术。 美国境内的来资源虽然丰富, 但是加工技术仍略逊智利一筹。 因此, 美国选择将大量含有来的木金矿运网智利, 以低价要求智利为美国加工。 与此同时, 美国也在紧锣密鼓, 建设属于自己的被烧厂, 用来回收来资源, 实现来资源的再利用。 多年以来, 美国利用政治上的霸权主义, 在全球范围内掌控来资源。 正因如此, 美国如今才敢向中国叫嚣, 妄图以来资源威胁中国。 可是, 这终究是美国的妄想。 美国想要用来制裁中国, 为本国谋取利益, 这种卑鄙无耻的想法, 根本不可能实现。 美国的来封锁计划必将失败, 主要有三点原因。 第一, 中国本就具备一定数量的来, 且未来潜力巨大。 中国约有250吨来, 占全球的9.4% 是排名世界第四的来资源大国。 中国的金属来主要伴随灰木矿而生, 目前主要集中于安徽、 四川、陕西与云南。 中国科研工作者历尽艰辛, 于2008年, 在四川省牧川地区发现了一座独立来矿, 令我国的金属来储备进入新纪元。 两年后,科研人员又在陕西黄龙铺找到了新的来矿床, 这座位于洛南县的来矿床, 储量惊人,高达176吨,震撼了世界。 此前,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发展有限, 因此对来的需求少, 勘探与开采力度不够。 现如今, 中国已经全面加大勘探规模, 2020年, 金属来的勘探更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。 据统计, 中国的来资源总量相比10年前已增长近40%, 未来, 中国的西藏、黑龙江、河南、湖南、湖北、江苏等地都有可能发现来矿。 从长远角度看, 美国根本不可能利用来资源封锁中国, 反而应该为自己担心, 说不定有朝一日, 中国便会再来储量上超越美国。 第二, 中国正在建立完善的来生产体系, 来产量将获得显著提升。 为了加大生产金属来的力度, 一大批国企投身一线启动相关项目。 无论是江西同业集团, 还是云南同业, 亦或是陕西链式矿业, 均是中国来生产的中坚力量。 目前, 中国的来产量已经突破4吨, 根本不会受到美国制约。 第三, 中国已经具备了独立提取金属来的能力, 打破了美国的技术封锁。 我国航空业一直以来的最大短板, 就是航空发动机, 随着历代科研人员的攻关, 中国已经完全掌握了提炼金属来的核心技术。 成都航与超合金技术有限公司, 经过多年的研究终于突破了来材料技术, 制成了发动机单晶叶片。 该公司拥有自主开发的制造单晶叶片, 所需的超合金和铸造技术, 可以从木金矿中提取出高纯度、 高质量、 高附加值的金属来产品。 该公司每年可以生产出2000多件单晶叶片, 并装配到我国自主研发的高性能航空发动机中。 该公司不仅为我国提供了核心的航空发动机部件, 还为我国提升了航空发动机的性能和竞争力。 近年来, 我国在金属来的多领域应用上取得了突破, 哈尔滨涡轮机场研发出了大功率的涡轮发动机, 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。 该厂拥有自主开发的制造涡轮发动机, 所需的超合金和铸造技术, 可以从木金矿中提取出高纯度、 高质量、 高附加值的金属来产品。 每年可以生产出100多台涡轮发动机, 并装配到我国自主研发的大型船舶、 火电站、 核电站等设备中。 该厂不仅为我国提供了核心的能源设备, 还为我国提升了能源效率和安全性。 总之, 来材料技术的突破, 让我国占到了世界科技的最前列, 也成为了世界和平发展的稳定计。 美国想要用来资源来对我国进行制裁, 阻碍我国的航空航天、 事业发展, 这是美国的一厢情愿, 也是美国的痴心妄想。 我国不会被美国的来封锁锁吓, 也不会被美国的来封锁所束缚, 我国已经具备了在来领域自主发展的能力和优势。 我国在勘探、生产、研发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, 让美国的来封锁成为了一纸空文。